A的題其實是對於低收入人士有什麼影響呢?解釋 其實就是找回上面的資料而已 因為我們會看到低收入人士的平均收入增幅有14.1% 超過一年以來 下面的句話也要補充 因為它增加了8.4% 甚至在增幅增幅有8.4% 增幅有8.4% 什麼叫通脹? 通脹就是其實我們經常說百物憑貴 這些東西今年賣10元 下年會不會還賣10元? 通常都不會的 通常都會貴了 可能以前一罐汽水5元 現在一罐汽水熔業7元 那我就要通脹了 就是通貨膨脹 意思就是說 普遍的物價都是高了的 那你就要付出更多錢去買 所以我們那些人 在打工時 經常說 我的人工的增幅都不夠 追這個通脹 是什麼意思呢? 譬如我今年加工 加1% 這樣才算 但是通貨膨脹2% 就是平均的東西都貴了2% 那你其實加了人工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加了1% 但是東西貴了2% 你就更加賣不起那件事 可能你買得起便賣不起 買不起更加賣不起 那程度是這樣的 不過當然他在這裡就說 多了14.1% 比通脹來講 就多了很多 就是 都還有8.4% 接著 增幅也比平均的家人工 增幅也比平均的家人工 6.3%為高 當然這裡在玩數字遊戲 因為你看百分比好像多了很多 但是其實你免的數由34.5%增加到37.5% 多了3元而已 感覺上好像多了很多 但其實多了幾元而已 那變了呢 就是政府很厲害的 講這些的時候就講百分比 那就好像很多那樣 好 OK 那變了呢 在這裡 我們的解釋呢 後面答案也有了 他說呢 就是實行了這個最低工資之後呢 那個 低收入人士的工資或者薪金呢 有一個增長的 那這裡 那這裡 他也都 剛才那裡 用那個 所謂的數據去顯示呢 增加了14.1% 跟著呢 也都比 平均那個人 就是普遍人工的增幅呢 也都高了6.3% 這樣 6.3%很少 不是啊 其實如果以加薪金來講呢 就 算是很多 因為那些人通常加薪金呢 都是加5% 在樓下的 是的 就是100元就多5元 1000元就多50元 這樣 50元也叫做多 5%啊 100元就多5元 1000元就多50元 10000元就多500元 那所以那些人通常加薪金